hello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生日的秘密 生日的秘密 对对 是啊 快不得今天你给我朋友查 用生日算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 在很久以前就有 东西方也都有 这个学问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学名叫 数秘术 就是通过几个和你相关的数字 来推讨你的性格和命运 类似于首相 但是和首相不一样 它更注重数字和计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数学并不是人类的发明 它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一种发现 就是说古人呢 有一天突然在自然界里发现了数学这个东西 进而发现整个世界呢 可能是由一组数字组成的 它们构成并约束了整个世界 比如说光速呢 就是每秒30万公里 这个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谁定下了这个规则 目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 就是要符合这个规则 所以自古呢 很多人相信数字中呢 约含着整个世界的奥秘 而这个世界的一切呢 都是用数字来进行描述的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世界呢 是数字化的 虽然我们不说它是虚拟的 但是它明显就是一个数字化 只要搞清楚这些数字的意义 和它们的来历呢 这个世界的奥秘就解开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 为什么最高的速度 只能是每秒30万公里的话 那这个世界的一半的秘密 可能就解开 就像我们之前在 拉帕拉斯恶魔那个影片里讲的 就是按照英国论的话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 宇宙大爆炸那一刻 就决定了未来所有的一切 那么大家出生的日子呢 也就决定了各位的命 你出生的那个日子 就相当宇宙大爆炸那个时间点 宇宙大爆炸的时间点 决定了整个宇宙的命运 你出生那个日子 就决定了你的命运 因为只有你出生那一刻开始 你才存在于这个世界 就从那一刻开始 你和这个世界产生了联系 所以这一刻非常的重要 那么从命理学上的角度来说呢 生日是自己选择的 这和我们之前胎内积的影片呢 是符合的啊 就是有很多小孩子 他们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是他们自己主动投胎到 他们选择的父母身上 而偷戴的日子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所以生日是自己选的 也就是说你的命其实是自己选的 你来之前你已经知道你的命是怎样的 你甘愿承受这个命 所以选择了这个日子 那么在寿命书上 有很多计算命运的方法 有用名字来计算的 比如说命运书 灵魂欲望书 人格书 这是用名字来计算的 但是呢 外国人都是罗马自主的名字 所以他们这个计算方法 不太适合我们亚洲人 我们是用汉字的 唯一相通就是用生日来算 这个算出来叫生命路径数 或者叫灵魂数 怎么算呢 就是把你的生日的年月日 所有的数字加在一起 一直加作只剩下一位为止 这个数字就是你的灵魂数 通过这个灵魂数 就能推算你的命 基本的命盘就决定了 你的命的大体方向就变了 那么除了用灵魂数来计算 还有用日数来计算 就是整个生日 只看最后不是日子的数 一号到三十一号 这个也是一个很流行的 算命的方法 它不需要计算 就用你这个日子来看你的命运 为什么用日子来看 不用年月来看 因为日子更贴近你个人的命运 年月可能影响的范围太大了 像中国的八字 最后会落在出生的时刻 那个更准一些 但是生辰八字的不大 基本上咱们今天介绍不完 今天先介绍一下西方 先看日数 也希望大家看看自己 能不能对着上 不准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只看日数 好 一号出生的人 通常天生有领袖气质 有领导才能 也因此 一号出生的人 都不愿意听从他人的指挥 不善表达情感 喜欢我心我素 非常独立 适合创业或者做企业的高管 这也太融通了 是啊 决定你的命盘而已 一号出生的人很多 但是大家的基盘基本是一样 那么一号出生的名人有 我们以前生命短暂的影片介绍过的 罗马帝国的皇帝 克劳迪一世 皇帝命 还有就是金朝开国皇帝 万年阿库达 和声 雅士兰带的创始人 元俄罗斯总统叶丽琴 韩国总统卢武炫 丹安娜王菲 抖音CEO周寿子 具有领导才能 还有比如说叶问呢 田舅国呀 摩根福利曼 刘若一人 鹦鹉花道 都是一号出生 二号出生的人情感丰富 内心柔软 人多的时候容易紧张 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受 为人谦选 招人喜欢 在团队中通常是非常优秀的辅助角色 不太适合做领导者 二号出生的名人有 著名已故港姓 吴孟塔 怎么样 天生的福度者 吴君如 大卫贝克汉母 传球人到二号出生 三号出生的人 顽强有益力 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生活中的困难 而且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在艺术方面有天赋 为人浪漫有魅影 三号出生的代表人物 汤姆·克鲁斯 四号出生的人 有较强的决断力 很少犹豫 有责任感 有毅力 很自律 喜欢计划 特别值得吸引 喜欢安不就班 稳定的生活 不太喜欢变化和意外 但由于自控力太强 所以不善表达感情 四号出生的人 有路易·威登 奥巴马 安吉利娜·朱莉 奥代理·赫本 吴佩茨 通常比较前卫 喜欢追求新事物 特别不喜欢被约束 对他们来说 若为自由故 所有都可谱 自身有各种各样的才华 对各种事物都感兴趣 擅长言辞 和谁都能聊两句 朋友不少 历史上有名的五号出生的人 登月帝人 阿姆斯特朗 C罗 曾经的世界首富LV的老板 阿尔诺 这个我们介绍 现在世界第三 六号出生的人 不外主意者 对谁都很友好 给人一种开放 暴露一切的感觉 对家人和朋友 特别有心 重视亲情 有责任感 乐意诸人 也因此备受周围人的信赖 有正义感 不喜欢说谎 特别适合做老师 和教育工作者 六号出生的人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 就是我们在介绍 盘大陆的那个影片 最后呢 又提到 日本琉球大学 有个著名的教授呢 叫木村正昭 11月六号出生 著名的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七号出生的人 非常独立 相对于团队合作 更喜欢单打独斗 平时少言寡语 喜欢独处 不喜欢吵杂 追求安宁 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分析能力 特别喜欢研究 未解致命 和超自然现象 七号出生人 大多直觉超准 应该更多相信 自己的持绝 七号出生人 有成为 职任匠人的潜力 适合做一些 研究性的工作 七号出生的人有 居里夫人 11月七号出生 她是首位 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 第一人 亦是唯一一个 获得两种不同 学格诺贝尔奖的女性 韩国著名电影选手 Faker 订阅出最高的YouTuber Mr.Beast 还有被讨厌的 勇气的作者 阿德勒 那么八号出生的人 是野心家 很有抱负的人 有较强的控制 善长友人 完美主义者倾向 通常八号出的人 都有商业头脑 对钱权特别执着 特别适合独立 创业 搞政治 不适合在公司打片 八号出生的名人有 萧璇春一朗 洛克菲勒 霍金 著名的网球选手 费德勒 英国著名美式评论家 拉姆齐 马特达蒙 王菲 刘家柳 张宇齐 九号出生的人 属于奉献型人格 事实以他人优先 为人大度宽容 且心血 富有同情心 但是有时 由于太有同情心 容易产生共情 会因为他人的苦难 而无法自关 九号出生的人 通常都有大局观 看问题的格局 也更高一些 他们接受各种文化 思想上的差异 不会因为别人 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就认为别人是不对的 九号出生的代表人物 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 卡尔萨根 披头式乐队的 著名音乐家 和平活动家 约翰·列诺 美国著名演员 制片人 汤姆·汉克斯 十号出生的人 也有领导才华 有自信 有想法 有个性 竞争意识较强 通常容易在人群中 显现出来 但也容易因此犯错 容易被陷害 要特别小心 十号出生的代表人物 尼古拉特斯 是不是 他被人陷害 对啊 有才华 容易被人陷害 这集不是时候吗 啊 我行我做容易被陷害 十一号出生的人 为人谦逊 不予人争 有想象力 直觉非常清晰准确 会给人一种 又有神秘力量的感觉 其实在这个树密树中 有三个特别的数字 这三天出生的人 都有神秘力量 十一号 二十二号 二十九号 这三天出生的人 也特别容易表现出 灵性和天赋 十一号出生的名人有 梁安纳多·迪卡布里奥 孙正义 十二号出生的人 通常给人第一印象比较好 擅长表现自己 特别容易交到朋友 而且摆着不挠 不会轻易被击垮 对周围人有正能量的影响 我们频道介绍过一个 十二号出生的名人 就是著名的达尔文 还有曾经的世界首富 贝瑟斯 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 第十六任总统 亚伯的汉林格 十三号出生的人 诚实勤勉 都是特别努力的人 完美主义者 才华横溢 且具有独特创造性 十三号出生的名人 由英国著名导演和制片人 西区可可 十四号出生的人 擅长大数据分析与整理 他们能够在 纷繁复杂的事物之中 找到规律和观念力 天生具有较高的 语言表达能力 适合做营业销售 数据分析的工作 为人有魅力 但是容易沉迷于 某一事物无法自拔 十四号的代表人物 爱因斯坦 扎克伯格 特朗普 还有二十四个人格的比例 二十四个人格 不一定都是一天出生的 对 都有各自的生人 十五号出生的人 为人温柔和善 重视家庭 有较高的格局 天生有同管大局的 事业和能力 代表人物 拿破仑 今日成功 十六号出生的人 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 容易让人看不透 而产生误解 自己也不解释 比较孤傲 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有较高的追求 不会轻易满足 这一天出生的名人 有美国著名歌手 麦当纳 十七号出生的人 天生擅长运动和舞蹈 头脑灵活 思维敏捷 反应快速 是天生的运动尖将 这一天出生的人 有麦克尔乔丹 法国前锋亨利 十八号出生的人 有想法 有创意 有才华 他们愿意为他人服务 喜欢为团队做贡献 虽然往往本身 不愿意成为团队的领导者 但是由于太有才华 太有魅力 会有一大批的吩咐 代表人物 曼德拉 斯皮尔伯格 布拉德匹特 巴西著名球星 罗纳 十九号出生的人 天生独行者 不走寻常路 执行的逆强 通常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由于目标总能实现 所以容易吸引周围人的追随 但是本人多愿意单打独斗 也不太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而且非常容易情绪化 所以大家对他多敬而远之 代表人物 法国先锋派时装设计师 可可香奈儿 二十号出生的人 性格温柔 不喜争论 喜欢照顾别人 不愿意反驳他人观点 因此容易给人一种 没有主见的感觉 其实他们内心十分自信 只是不愿意伤害他人 有同情心 有较强的共情努力 代表人物 牛顿 哈勃 拜登 拜登不愿意反驳他人观点吗 反应不过来 二十一号出生的人 才华横移 对很多事情感兴趣 为人阳光热情 和蔼可亲 喜欢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但是不擅长管理财物 容易过度消费 这一天出生的有名人 包括博尔特 小罗纳尔多 不擅长准理财物 二十二号出生的人 二十二号我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特别的数字 是有灵性的数字 这一天出生的人 聪明 但习惯走偏门 他们是灵性的载体 有超强的洞察力 直觉非常的值得 总能想出一些好方法 来解决难题 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但协调性不太好 不太适合做领导 适合做顾问和谋士 代表人物 拉玛奴金 有没有灵性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就是日本有一个登月的富豪 钱泽 二十二号出生 是不是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二十三号出生的人 喜欢冒险和挑战 不喜欢待在一个地方太长时间 喜欢体验各国文化和各国人的打交道 甚至和外国的打交道 愿意帮助别人 喜欢给别人建议 适合做营业销售方面的工作 或者做国际贸易工作 通常文笔比较好 代表人物 达芬奇 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 巴丁 三体的作者 刘慈欣 像文笔都很 对不对 喜欢和外星人打交道 对不对 你照顾你啊 是吗 喜欢和外星人打交道 我们都不知道 二十四号出生的人 不太喜欢独自远行 喜欢待在家里 天生具有匠人气质 容易吸引周围的人对他着迷 有一种特别的神秘感 代表人物 梅西 乔布斯 二十五号出生的人呢 是完美主义者 喜欢解决问题 特别是难题 越难越好 在哲学心理学 艺术等领域 都可能有较高成就 喜欢安静的环境 不喜欢吵杂 代表人物 毕加索 二十六号出生的人 擅长赚钱 意志坚定 执行力强 讨厌被人指挥 适合管理方面的工作 适应能力强 也适合开拓新事业 这不和一号出生的一样吗 有点像 不不 其实有些日子 就是会比较像的 说明他们的命盘 是差不多的 代表人物呢 就是美国著名的 网球选手 威廉姆斯 二十七号出生的人呢 是天生的大善人 乐善好时 愿意参加捐款 和志愿活动 擅长从宇宙 地球 人类角度去思考 对于不公平 不公正 种族歧视 人道主义灾难 特别的关系 为人正直 愿意帮助弱者 我们曾经介绍过 一个二十七号出生的 就是蜘蛛侠 托比 二十八号出生的人 有独特的思维和想法 而且呢 他们的想法 往往可能改变世界 他们不太容易 接受别人的观点 有较强竞争意识 不甘心落于人后 直觉特别灵敏和准确 要善用 二十八号人不用算 你们直觉有个损 二十八号出生的人 多超级有钱 慷慨的 代表人物 比尔盖茨 伊隆马斯克 二十九号出生的人呢 是对精神境界 有较高追求的人 我刚才说了 十一二十二二十九 是有灵性的人 本身呢 就有较高的灵力 特别适合做心理医生 或者心灵抚慰者 由于二十九号出生的人 总能从精神的角度 去适应周围的人 所以给人安心 值得信赖的感觉 就是他们不是因为 有才华 或者有能力 让人觉得安心 值得信赖的 是他们直接 就要辅慰别人的心灵 因为灵性较高呢 所以二十九号出生的人 不太适合做体力劳动 做一些脑力劳动 或者心灵方面的合理 代表人物 麦克尔·杰克逊 可拉也是体力啊 不太适合群聚 三十号出生的人啊 天生就具有 某一种特殊才能 也因为这个才能 而备受关注 三十号出生的人呢 通常乐观 总是对生活充满希望 代表人物 古神巴菲特 克里斯多夫诺兰 泰格伍兹 还有美国著名游游运动员 菲尔普斯 这都是咱们天生的能力 三十一号出生的人 是完美的劳动者 在努力工作方面超有才华 这个人呢 也总是笑眯眯的感觉 没有那种抱怨的感觉 在团队中呢 通常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被周围的人所信赖 但往往因为有点物质 而不被提拔 因此促失一些机会 代表这种 哈利波特的作者 英国作家罗里 可拉最终还是成功了 成功了 好 这是按照日子 来算命的这么一种看法 大概能算出大家的一个 基本命盘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另一种用生日算命的方法 就是用灵魂数 灵魂数刚才提到 就是把你的生日年月日 数字全部分开之后 加在一起 会得到一个两位数 然后把这个两位数 的两位再分开加在一起 如果再得到两位数 再分开加 一直加到只剩下一位数一只 这个数字呢 硬在一到九之间 不存在零了 每个数字呢 不仅代表一个命格 而且呢 代表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你灵活的颜色 高纬度的人看你 你说就是这个颜色 散发这种光芒 灵魂数字是一的人呢 灵魂颜色是红色 身体散发红色光芒 代表热烈热情 领袖型性格 在团队中呢 容易突出 适合做领军人物 不适合当小便 灵魂数字一的人 需要通过变化 来提高运势 就是说 如果你生活一成不变了 你的运势就是 往下走 他们要时不时的 去变化自己的生活 改变 就会带来好的运气 可是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都固定的了 这是运的部分 宇宙大爆炸 给你炸出了 N多种选择 这些选择是确定了 是命 而你选择哪个 是运 是这样的 对 这叫命运 所以还是没确定 对 在大范围上是一定确定的 就像我们刚才算命的时候 这个命盘 命格是确定的 你大方性 你的性格特点是一定确定的 像灵魂数字一的人 他就是领袖型的 他不适合当小便 但在领袖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你要适合地变化 你自己的生活 经常做一些 自己不会去做的选择 这就是一种转变 你老做 你自己会去做的选择 生命就不会发生改变了 你的运势就不会好 所以要经常做一些新鲜的选择 灵魂数字二的人 灵魂颜色是橙色 身体散发橙色光芒 代表温暖 辅助性人格 不愿与人发生冲突 对人对动物都特别有爱 协调能力强 性格稳定 灵魂数字二的人 只要保持这种稳定 就可以一直带来好运 就怕有什么事情 打破这种问题 变数 对 经常变多 对 所以要特别注意人际关系 和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 以防止对运势带来不良影响 原则上 他们只要保持内心的平静 是无敌的 灵魂数字三的人 灵魂颜色是黄色 身体散发黄色的光芒 代表光明和未来 纯真性人格 特别天真浪漫 是创造力的源泉 特别适合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灵魂数字三的人 通常无偿性 容易放弃 灵魂数字三的人的运势 在于光明和未来 所以他们如果被眼下的事物所困住了 就会感到悲哀和沮丧 运势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不能停留在眼前的事物上 要往前看 要去有光的地方 要经常出去走一走 散散心 找朋友聊聊天 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进行一些艺术创作 看看电影 都有利于改善面试 灵魂数字四的人 灵魂颜色是绿色 身体散发绿色的光芒 代表和谐和稳定 平和性人格 灵魂数字四的人 会给周围的人 源源不断的带去 疗愈和安心感 他们本身有强大的共情能力 直觉也特别准 但是灵魂数字四的人 特别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而快速丧失这种能力 变得不幸 就是这种能量 是给他们带来幸运 也给周围人带来幸运 但是周围如果有人 消耗他们这种能量 就不断地攫取 他们这种能量的话 他们就会变得不幸 所以他们要改变运势 必须补充这种能量 它可以补充啊 对 他们要吸取这种能量 然后向周围散发 到哪里补充呢 就是到自然界中 有这种能量源的地方 哪儿啊 我们常说的叫Powels Ball 那别的颜色的灵魂 就不用去补充了 对跟这个没有关系 他们的能量来自于自然 灵魂数字五的人呢 灵魂颜色是粉色的 身体散发粉色的光芒 代表爱 灵魂数字五的人 会周围的人带去爱的感受 年轻的时候呢 恋爱的机会也比较多 就是容易爱上别人 或者别人容易爱上他 是这种恋爱性的 散发这种爱的气息 它的能量呢 也来自于爱 所以灵魂数字五的人 周围如果没有爱 也就是说 他没有可以爱的人 或者周围没有人爱他的话 他就会失去运气 要改变运势的话 就要主动去爱 爱周围的一切 才会改变运势 别人爱爱你无法左右嘛 你要尝试去爱别人 你的运势越好 爱你的人就会越多 运势就会更好 它是这样一种灵魂的 所以灵魂数字五的人 一生都围绕着爱这个主题 灵魂数字六的人呢 灵魂颜色是青色 身体散发青色的光芒 代表冷静和执着 灵魂数字六的人呢 给人一种诚实感 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 本身呢 也会为自己的目标 付出坚实的努力 但是灵魂数字六的人 如果无法找到人生的目标 这个运势就会受到影响 就是当他们迷茫的时候 就没有运气 他们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 就没有运气 所以啊 一定要先给自己 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目标明确了 运势就会大幅改善 诸实顺利 灵魂数字七的人 就是你 灵魂颜色呢 是紫色 啊 可不可以我喜欢紫色 真准啊 你身体就散发紫色了光芒 那是喜欢这种字吗 差不多吧 反正紫色就行 紫色细的都可以啊 你身体散发这种 颜色的光芒 我看出来了 高维度的 代表直觉和头脑 灵魂数字七的人 通常直觉敏锐 头脑清晰 大多数呢 有灵感体质 经历过灵异体验的人 就有多 灵魂数字七的人 本身也散发着 灵异的光芒 这种紫色是一种 灵异的光芒啊 所以总让人感觉呢 有神秘感 所以灵魂数字七的人 只要相信直觉 一般都不会错 要改善运势 就是相信直觉 直觉的话运势就不好 你就要计算的 逻辑推理也没有用 就是直觉 他说我的生日和颜色 都挺不准的 准是不是 我觉得说我朋友的 就不准 你不了解你的朋友 他表现出来 有可能不是自身的 那种属性 他在踪 灵魂数字八的人 灵魂颜色是褐色 身体散发着褐色的光芒 代表大地和力量 就是和土地的颜色 是一样的 灵魂数字八的人 通常拥有强大的力量 给人可靠的感觉 在团队中也绝对的中流砥柱 灵魂数字八的人 如果感到运势不佳 应该脚踏实地 就是如果你在很高层的建筑里面工作的话 你应该尝试到一楼走一走 脚要贴地 要接地气 你的所有能量来自于大地 灵魂数字九的人 灵魂颜色是白色 我 我 白色 散发白色光芒 头发都白了 代表纯净和智慧 灵魂数字九的人 通常拥有一颗纯净的心 没有什么杂念 而且通常有大智慧 所以不会二元的思考问题 就是他们不会简单认为 这个世界是善恶的 对错的 好坏的 他们会非常纯粹地看待每一件事情 通常没有偏见 所以在有纷争的地方 运势会受到影响 灵魂数字九的人 最好远离纷争之地 保持内心平静 这个运势就会好准 好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通过你的生日来判断你命运和性格的方法 准不准不重要 大家信不信也没关系 希望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你自己 就是说我们经常说 我们最不了解往往是自己 通过这些 大家有可能挖掘出自己不为人质的一面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天生 就具备某一种才华 而偏偏在自己没有才华的地方努力 就没有意义了 了解自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课题 我好像就比较了解自己 是吗 我知道我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应该找什么样的老公 跟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这种知道的 就会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 愁愧 对不对 你为什么知道呢 在我看来就特别灵异 不可思议 你跟上升和颜色说的都很准 是吧 所以你觉得这个特别准 对对对 你就要飞笑出来 你不也觉得准吗 说力气的也准 容易被人献眼 它什么颜色 这个是黄色 这个是黄色 纯真形式 天真浪漫 要经常出去走一走 散散戏 找朋友聊聊天 怪不得他老想出去走一走 工厂如荫在人群中献天出来了 因为是狗 对对对 容易犯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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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